沒有中天 沒有明天 沒有中天 沒有明天 CNN 切開開 黑白電導是非不分 大家好歡迎您收看今天的無話可說 我是視網網 今天我們要來探討的是 國家機器的黑手 深入我們電視媒體的自由操作 這當中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中天電視 中天新聞台 接下來可能會引發的滅台危機 我們來看一下中天在過去的幾個爭議 首先他們說 當時中天在107年選舉期間 有偏袒 單一候選人來影響選情 甚至還說多次出現了不實的訊息 這開罰金額累積是突破了千萬元 以及NCC當時還警告要提出改善事項 中天卻遲遲沒有履行 這個指控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呢 最後來看到 這個中天的背後呢 其實有紅色的資金在經營 這究竟是真是假 不過NCC呢 現在已經決定要在10月下旬的時候 來召開 有史以來第一次為了新聞執照換照 而舉行的聽證會 今天我們在節目現場邀請到的是 兩方不同的來賓來 跟我們一起來深入的剖析 首先第一位是常常上電視 而且相當公道也非常理性的資深媒體人 好哥 好哥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DNC片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在傳播領域當中 死讀書活在象牙塔裡頭的傳播學者教授 他同時也是NCC的顧問 東教授 東教授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平安其樂 好首先呢 在這個地方我就來開門見山的問了 依照兩位的看法 你們覺得中天這次有可能會換照成功嗎 我們請理性的豪哥先開始 我告訴你啊這換照一定會成功 絕對會成功 我做這行這麼多年了 大家都叫我資深的媒體人 但你知道嗎真正資深的是什麼 在中天電視台面前 我不算資深 他們才是真正公平公正又公開 又充滿著理性的人 我小時候如果沒有看中天 我沒有辦法變成一個 這麼資深又公正公開的一個媒體人 今天沒有中天 明天就沒有明天 我在講什麼我不知道 應該是說今天沒有中天 就沒有明天 這個豪哥可以看得出來 觀眾朋友應該都覺得他非常的理性中立 這個發言是相當的值得 來一起好好的參考 那非常的支持 中天繼續留在電視頻道當中 非常的不錯 那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這個 東教授你怎麼看 因為很簡單 你看他都不知道他自己在講什麼了 對不對 就代表他們是一群不夠理性的人 我是覺得換照這件事情 他不是那麼簡單 就好像口罩髒的換掉 對不對 奶罩髒的換掉 對不對 沒有那麼簡單 我覺得這要回到我們幹嘛 新聞的這個本質上面來看 新聞是什麼 人 我們人民的第四權 對不對 所以他到底有沒有這個媒體素養 有沒有這個媒體的專業度 這就是要考量進去 我是覺得中天目前表現沒有那麼理想 我跟你稍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跟你說 你要講這個公平 你要一個評斷的機制 你評斷的機制是什麼 有誰去判斷這件事情 當然有 是什麼 三個字 NCC 對不對 這是我們什麼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對不對 其實中天已經幹嘛 已經很多次我們NCC有警告他了 六年前換照之後 現在累積的這個罰的金額就幹嘛 已經高達一千多萬了 一千零七十三萬元了 你看他有沒有要改 NCC我告訴你 不要兩個東西開玩笑對不對 來導播看一下這邊 我們手版上面這邊寫什麼 NCC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辦事處 在這邊辦事的 再看看我們中天電視台對不對 多了一顆星 2.10顆星 你看是不是 差很多耶 光這一顆星就可以看得出來 中天電視台比NCC還要有公信力 是不是 能這樣子看嘛對不對 你今天又不是找餐廳對不對 Google的評價不能代表什麼 所以你是說現在Google在地向導的評價不足以彩性喔 你是在污蔑我們這些廣大民眾的智慧 是這個意思嗎 我跟你講我今天就有準備了 我是絕對是說不贏你的 所以我今天就來打算來當個說書人就好 好的我們知道這兩位來賓的分析之後呢 相信大家差不多初步對於中天可能會成功換照的機率有一些了解了 不過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是 NCC認為說中天新聞因為花了太多的篇幅來報導韓總基因此 要求改善數據會說話 到底是不是真的假的呢 這張圖當中可以看得出來中天電視呢 在過去是花了82.65%的篇幅來報導韓總基 另外還花了大概20%左右的時間來報導一些其他 比較不是這麼重要的獲選人 因為當時看得出韓總基可能會贏嘛 2019年4月的時候呢 三立差不多三分之一 TPBS也超過一半嘛 這個東森也有一半嘛 這樣子的報導篇幅難道不對嗎 就已經知道82.65%是韓總基可能會勝出 這樣子的報導絕對是他們自己的自由嘛 到底有什麼不對 來 東教授 這很明顯嘛 因為我覺得這個新聞台就是不能夠幹嘛偏袒特定的候選人 對不對 來 我們看一下這個表 你看一下 欸 82%點多全部都是幹嘛 完全的一點點負面報導都沒有耶 這會影響這個我們選民的這個選擇 而且他有什麼疑慮 他有造神的疑慮 什麼造神的疑慮 我還地基主咧 啊三立怎麼不講 他花最多篇幅在報導什麼 削英文耶 啊 也沒有負面報導啊 啊請問一下你NCC有沒有叫他改善 有嗎 這就是顏色 對了 就對了 你不能夠這樣子講 我覺得這事情一馬歸一馬對不對 頭髮歸頭髮 頭皮歸頭皮 對不對 這個東西是要分開講的 啊 之後中天新聞的問題 除了這個報導的比例以外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很重要是什麼 還有取材的問題 像他那邊報什麼 韓總 幹嘛韓總基 穿襪子睡覺 睡喝水的時候 小拇指 翹起來會省力這個東西 這就是造神嘛 我告訴你 你聽到這個就是歪理 我一定要打斷他了 沒有什麼 什麼叫造神 我們韓總基是什麼 人民的救星 這個是什麼 上帝就要降臨啊 他不是神 他本身就是神 我們不用造他 沒錯 這個豪哥說得非常正確 而且呢這種穿襪子睡覺 或者是拇指翹得高高的代表很省力 這些其實都是屬於科普新聞的一環嘛 這個像這個就是誤導民眾嘛 現在有任何的科學證據 顯示說這樣真的會比較省力嗎 而且說實在的省力 如果能夠讓一個人變偉大的話 那我也可以變得很偉大 我直接關機就好啦 有沒有 我超省力的耶 你不滿意你就自己去搬一台啊 你去搬一個寒黑台啊 我告訴你 絕對沒有人看的啦 三天就關台了啦 我要澄清齁 我這邊講什麼 不是不能夠追求收視率 對不對 但是收視率會有更重要的事情 是你不能夠誤導觀眾嘛 你不能影響他投票的意願嘛 對不對 像是我之前就建議NCC要幹嘛 對那個什麼鳳凰彩雲的那個新聞開發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如果說到這個我就想去 NCC沒那個 惡意沒那個 我什麼新聞台 我們不是新聞台耶 對你剛剛說 中天不是新聞台那是 他是宗教台 就跟青海無上司 Nothing loose的那個是一樣的 從上到下阿公阿嬤全家 都在看這個偉大的中華民國的領袖 韓總基 那個什麼青海無上司 這個比喻是對的嗎 蛤 我看你們全部都要變上司了 完全上司什麼 思考能力了 對不對 完全就被這個韓總基這樣牽著走而已啊 我跟你講啦 什麼就牽著走 現在我要提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憲法的這個宗教信仰的自由 現在等於是在 干涉我們這個 宗教信仰的自由 我跟你們講 這跟宗教信仰一點關係都沒有 這個跟新聞的品質才有關係嘛 對不對 你不能夠因為這樣子 然後影響觀眾知的這個權益啊 沒關係 到底是新聞自由還是宗教自由 我相信公道是自在人心啊 不過因為這件事情 其實有非常多的觀眾相當的支持 中天新聞繼續的開下去 所以在日前呢 有一些民眾就跑到了NCC的門口去抗議 我們先來看一下 當時現場的畫面 沒有中天 沒有明天 沒有中天 沒有明天 沒有明天 CNN 下台 你知道為什麼今年沒有颱風 現在都要缺水了嗎 因為民進黨政府要把中天關掉了 連老天爺都生氣了 喔氣氣氣氣氣 這就是戒嚴 民進黨開民主的倒車 NCC就是民進黨的東廠啦 開英文下台 NCC主委也下台 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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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道理系專業求證 我愛中天 我愛中天 好我們從剛剛這個現場的畫面可以看得到呢 其實非常多人都是相當的緊張 因為非常多人覺得如果他們沒有中天這個精神糧食的話 可能就沒有辦法繼續的活下去是相當的嚴重 現場甚至有人還喊出了 CNN應該要出面來負責 因為相信國際媒體應該要為這件事情來發聲 才可以好好的來為世界的公平正義 一起好好的捍衛 不過 在中天裡頭的人到底有沒有問題呢 其實NCC之前也有講到說裡頭的主持人不是特別的公正 但真的嗎 我們接下來看到這段畫面是王牌主持人王佑正 當時在中天新聞裡頭的發揮 好看完這段畫面之後呢 根據NCC的說法 他們說當時呢 因為中天把文彈的重量原本200萬斤 講錯講成了200萬噸 所以就有傳達不實的消息的疑慮因此開罰 不過佑正哥當時不是也是即時更正了嗎 而且這兩個數字有差很多嗎 不過就是1600多倍而已 這麼少的數字有什麼問題 來 東教授你絕對有問題嗎 這就是他們新聞媒體專益都不足嘛 對不對 這要怪誰呢 我拜託 我今天造謠完 對啦 這樣沒錯 我今天這個報導完之後 我這麼多條新聞 我公讀生盲中有錯 我馬上就怎麼更正了嘛 NCC罰什麼呢 他要罰什麼 罰什麼 這個就是你們要幹嘛 你們要有每一個媒體都要幹嘛 要查證 呈現正確訊息的什麼的義務 哪一條有規定有這個義務 查證很費時很嚴格 今天的新聞 我馬上晚上就要上正論節目 哪有時間一條一條在那邊給他做 而且據我了解 他們的報導通通都有問過什麼 已經進到查證的義務了嘛 seriously Yes very seriously 你這樣講就對了 是很嚴格的查證 對不對 serious的 是不是 我開一間巧思店 我就一定要保證我的食材新鮮嗎 好 這位NCC的烏龍處房呢 其實還不只這一樁 在3月28號中天新聞台 當時連線了一位台商受訪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畫面 在鏡面裡頭呢 他們不過就是在畫面上掛上 封台倒數六天 六個字而已 畫到這集 八十萬 太寒霸 這個就是幹嘛 這個例子就非常的明顯 這一定要抵制的 為什麼 當時台灣民眾緊不緊張 因為肺炎的關係 結果 你這樣子打在上面幹嘛 全部全台灣的人都以為幹嘛 台灣要封城了 要封台了 封比較安全啊 不是這樣講 大家還沒有發生 你這樣交通大亂 大家以為不用上班上課這樣子 大家很恐慌 啊怎麼辦怎麼辦 你這個就是NCC阿拔 你這個就是NCC很阿拔 霸道了 打錯六個字 就打錯六個字而已 就被罰八十萬 一個字十三點三萬耶 各位啊 封台倒數 嗆也罰 對不對 封什麼台他沒有講清楚 搞不好是中天在無預警告訴大家 他在六天之後他就要封台了 沒有沒有 這很明顯就是NCC在惡意栽贓 而且他們後來還特別澄清了這件事情 結果又再被罰一次 我告訴你他們很過分的地方在哪裡 你知道嗎 因為散播假消息而被罰 卻說是因為報導太多韓國語而被罰 欸 這就是在抹黑NCC嘛 這意圖要煽動大家仇恨情緒嘛 那你跟我講 你跟我講 NCC有沒有叫中天不要報那麼多韓國語 你不能混為一談 我沒有混搖啦 就是你們這些寡玩 愛玩文字遊戲啦 擺明要前置言論自由 還在那邊搖幾個小子 對其實別的電視台也做了一些假新聞 但是當時呢 NCC卻沒有做出太 這麼明顯的一個開罰情況 所以當時呢 這個中天的人也在NCC 也在這個NCC的婚姻當中 跟他們一起激烈的交鋒 其內容應注意事實查證原則 致損害公共利益 如藉其未能改善必要時 並命其撤換新聞部的主管 哪一項的直播規則 有有 你你你 比例是什麼 可不可以請 我想說 我想說應該就是說 欸 因為這個的話有的大量的申訴 哈哈哈哈 這個NCC的人簡直是被問到無話可說 等一下主持人 你要保持中立喔 你這樣不中立 你有什麼意見嗎 不然你打擾車馬費標靈 對不起我說錯話了 昊哥你繼續講不要理他 就是說嘛對不對 有人說報導新聞一定要是真的嗎 只要新就好了嘛對不對 最近不是有什麼記者 拿那個漢堡 什麼那個早餐店的漢堡肉去說什麼 裡面的漢堡肉根本不是肉啊 怎麼叫漢堡肉 太陽餅裡面有太陽嗎 有嗎 沒有嗎 哪一條法規有說 我們的新聞一定要是真的 這個類比就不能不類嘛對不對 太陽餅只是一個稱呼而已啊 你這樣子掰下去 你是不是要跟我講說 阿利波特那個也是假的 你說哈利波特叫哈利波特 想一想 哈利波特當年上的時候 哈利波特是真的東西嗎 不是 沒有嘛假的嘛 集集護法現身 也沒有護法 沒有護法現身 對啊沒有護法 各家電視台還不是在報什麼哈利波特 大家還不是在報一個假的虛假的東西 對不對 我告訴你不是嘛 所以民進黨政府執政就是什麼 雙重標準 刻意給我們扣上這個帽子嘛 我們來看一下 108年的時候 新聞台遭到NCC開罰的整理 欸 中天多少錢 503萬 三立TVBS東森民視雖然都有罰 可是差太多的雙重標準嘛 對啊 我告訴你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NCC 輸啦 因為實政黨是民進黨 所以他才不罰這些講他好話的地方嘛 欸 怎麼會這樣子講NCC 我們是什麼 獨立行使職權的機關呢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 喔 我不想聽 喔喔 I don't want to think 你們NCC任命是誰提的 誰 執政黨嘛 執政黨表決是誰護航 國會多數黨那是誰 民進黨嘛 對不對 挺民進黨的有被罰那麼多嗎 有嗎 有嗎 沒有 所以NCC史無前例為這件事情 來召開聽證會 這件事情好好跟你自己怎麼看 有什麼好說的 不看啊 就是針對中天 這個一定要澄清的 來 你們各位看一下 在這個通訊傳播委員會 召開聽證會的作業要點裡面 就寫得很清楚了 就講到囉 講到什麼 如果這個經委員會決議 有召開聽證會的必要的話 就可以幹嘛 本會得以召開之 這是明文條例 這寫得一清二楚的嘛 這規定是死的啦 而且當時他們還為了要 迎合NCC這件事情 特別撤壞了他們的網路 中排主持人王又正又正哥 又正 這難道不是壓迫了證明嗎 東教授 不是我是不知道 中天是不是換照才 才要刻意要裝乖 各位知不知道 2014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已經 裝過一次可憐了 你知道嗎 那個時候主管機關附帶 四個條件情況 他允許中天換照 但是其中有一項 他說要幹嘛 落實獨立審查人制度 結果有嗎 沒有嘛 一直到2019年的時候 才開始實現承諾 我終於來了幫你了 來 結果最後根本就沒有把 我們這個NCC 這個機關放在眼裡 所以NCC不會再上當了 我告訴你啦 你不要再講成這個樣子 要改善也要給緩衝期 你要找到一個什麼 專業又獨立的媒體人 花五年找 搞不好還找不到 他花五年找 他找到的不算久吧 對不對 對 那這五年在這個條件達成之前 你主管機關 有沒有去敦促 我跟你講 這就是你們怠惰 你再說你們怠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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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澄清 其實有一位不具名的主管機關 他有討論 其實他是可以開罰的 但是他幹嘛 他幹嘛 他刻意沒有對他開罰 因為他讓他有一個什麼 緩衝期 好我想我們觀眾朋友 應該都知道 中天背後是由我們的 愛國企業 旺旺中時一起來支撐的 但是呢 當時卻有人質疑說 旺旺是接受了 赤斐集團紅色資本的補助 我就問一句 先背是黃色還是紅色 這很明顯嗎 有紅色資本嗎 東教授 你太憾了嗎 來我們在旺中集團 輪線區部門 2007年開始的財務報表上 就看得到 每年都有一定比例的收入 來自中國政府 然後2011年開始 你看這個補助就達 當年盡力的百分之11多 11.3喔 好 這上面都寫得清清楚楚喔 而且這個累積的補助 到2018年總共多少錢 152.6億呢 所以大家都質疑嘛 旺中就是收中國的錢 所以才會幹嘛 裡面可能有一些 不為人質的利益交換嘛 我告訴你 這就代表什麼 中天做事多光明正大 你看他中天電視台 那個旺旺先輩 那個小孩子這樣 公平公正公開 還沒有穿上衣這樣 裸露給你看 我現在要強調的就是 他還大方的把他收中國的錢 拿出來 放在他的財報上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很 很清廉很連結的表現嘛 不能這樣子 你再幫民進黨講話 他要拿出證據 證明他沒有拿民進黨的錢 有沒有證據 你要證明證據中國的 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你又不是我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證據 那時候還說什麼 國台辦會直接播電話 到中天新聞的新聞部裡頭 去下指導旗 那不可憐啊豪哥 那不可憐 我告訴你 這是人之常情 一個很簡單道理 人家今天打來 來電沒有顯示 我whosecode又忘記 更新那個data資料 沒有人告訴我是誰打來的 那問一很重要的事情怎麼辦 問一人家打99通 是為了要請我去當律師怎麼辦 這個是要接起來的嘛 國台辦打來喔 你們爹也吃了 你們爹等你啦 好這真的是 令人無話可說 不過在接下來下一段節目 我們要來探討的話題是 人家常說 大頭大頭下雨不愁 人家有傘我有大頭 到底為什麼 大頭就不愁下雨呢 馬上回來